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是我们查经系列的第五课 怎么样把耶稣放在首位 今天的题目是,在所有的可目和追求中,把耶稣放为首位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在沙漠中的树 你猜猜看,如果这些树木都能说话,你猜它们会说什么话呢? 我相信它们正在哀求,老天爷赶快下雨 天啊,快点下雨,我快渴死了 我不能,我不行了,我真的不行了,我需要水 天啊,求求你,下雨,下雨,赶快下雨 我需要水,我需要水 刚才我们看到,那些在沙漠中的树 我们可以从它们的外表很快的就猜出它们的需要 它们正需要的是雨水 不然的话,它们很快就会枯干枯死的 但是一个人的需要就不这么容易看得出来 因为每一个人的需要 有外表的需要,也有内心的需要 内心的需要是不容易看得出来的 人人都有需要 我们活在世上,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理想 有自己的追求和渴望 有的渴望有美满的婚姻 或者有很好信号的密友 有的呢,却很想得到很高的成就 在事业上得到很好的成就 或有些觉得物质上的需要是他们所追求的 他们想追求可以享受到世上美好的物质的享受 有的呢,却是希望他们有很高的学位 追求学位 还有些在追求美貨 男的可能在追求健身 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需要 这些需要都是在外表的 但是我们还有我们心中最深的需要和渴慕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追求 本身是没有错的 这些期望 这些追求本身是没有错的 好像要取到更好的学问 或者生意上取到更好的成就 这些都是很好的 或者你想把身体建运动 有更美好的身体 更有健壮的身体 都是很好的 但是很多基督徒 不晓得我们最基本 而且最深的需要是什么 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些追求和期望 本身都没有错 很多人外表成功 看起来好像很快乐 很富有 而且身体很健康 他们却是在心里很大的 有很大的负担 或者心里有忧郁 可能也有在家里也有很多问题 身体健康不等于心理健康 所以很多人也很多基督徒 我们都不晓得我们最基本的 最需要的是什么 就像一棵树 它最基本 最深的需要 就是有阳光和水 如果一棵树有阳光 足够的阳光和水呢 它就能长成一棵 很健康的树 就是一棵 充满绿叶 充满果实的一棵树 我们基督徒 最深的需要是什么呢 圣经在诗篇六十三章第一节 这么说 神啊 你是我的神 我要切切地寻求你 在干旱 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 我渴想你 我的心渴慕你 你看诗人怎么说呢 诗人知道自己最需要的是上帝 就是神 他说他很的确 很切切地需要上帝的同在 需要知道上帝与他同在 要在他的生命中活泼的 可以看到上帝的作为 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 就是可能在他的环境中 有很多的挫折 有很多的挑战 有很多的 遇到有很多的困难 他就很想很想看到神的作为 很想知道 上帝是与他同在的 所以他很可想上帝 可想以前他做过的一切的作为 他记得以前神为他做了什么 所以在干旱的时候 就是在他最需要上帝的时候呢 他是多么的切切地盼望看到上帝 能知道上帝与他同在 为他解决很多的问题 所以这个诗人呢 他就说 你是我的神 我真的切切地寻求你 就好像干旱疲乏无水之地 所以人其实最重要 最深 而且最基本的需要 是上帝的同在 就是上帝 让我们来看圣经上 一个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 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五到十四节 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 名叫叙迦 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 在那里有雅各 井 耶稣因走路困乏 就坐在井旁 那时约有证五证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 耶稣对他说 请你给我水喝 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 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 你既是犹太人 怎么像我一个撒玛利亚人 要水喝呢 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 没有来往 第十节 耶稣回答说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和对你说 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早 你必早求他 他也必早给你 我水 妇人说 先生 没有打水的器具 井又深 你从哪里得活水呢 我们的祖宗雅各 将这井留给我们 他自己和儿子 并深处 也都喝这井里的水 难道你比他们还大吗 耶稣回答说 凡喝这水的 还要再喝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可 我所赐的水 要在他里头成为全员 只涌到永生 你知道为什么耶稣会以妇人从井水 受到活水呢 因为他知道妇人曾有五个丈夫 现在跟她在一起的不是她的丈夫 他耶稣看透了妇人最深的需要 就是心里和感情上最深的需要 当妇人经历了耶稣 与耶稣谈的话 就感觉好像喝了活水一般 心里就得到了解渴 我们基督徒也必须像妇人一样 我们需要活水 我们需要经历耶稣 然后我们可以得到耶稣给我们的活水 这活水才能真正的满足我们 充满我们 在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 耶稣这么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恶 信我的永远不可 你看耶稣不像社会的人的眼光 眼睛看待我们 他愿意与我们有美好 而且亲密的关系 他要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是与他同在的 与他同行的 他的确了解我们心里的渴慕 他来是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 只有耶稣才能真正的满足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来看 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一节 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 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 骨头强壮 你必像浇灌的原子 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 你看 当一个人时常接触上帝时 时常跟上帝同在 祷告上帝 跟上帝有互动的时候呢 我们的生命呢 就像一个这样的一个园子 这样的一个花园 是有水流的地方 我们的生命就会很丰盛 就像这个原子这样丰盛 沾满了石 果实和充满很多美丽的花朵 有了上帝 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渴慕上帝的同在 我们要渴慕上帝的灵 因为上帝的灵就是活水 所以我们在世上 所有我们可以追求 可以得到的东西 都是很外在的 都是很肤浅的 所以我们要深入的 知道我们心里面 最想要的 最需要的是什么 就是需要上帝的充满 需要上帝亲自来 和我们的生命有互动 这样我们就是尝到 上帝的活水 填到上帝的美好 在诗篇 42章1到2节也这么说 神啊我的心 切慕你 如入 切慕西水 我的心可想神 就是永生神 我几时能朝见神呢 你看到 这诗人是多么的心 心里切慕神 心里很渴慕神 就像一只鹿 很渴慕 有溪水 我们的心就是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的心真的很需要上帝 我们的心需要永生神 我们就会一直想朝见神 经历神 认识神 所以这个诗篇 所写的 这些诗人所写的 就看得出这诗人知道 他最深的需要是什么 他就求神说 他跟神说 他很渴望神 很希望看到神 很希望更加的了解神 可能我们中间有新的信徒 的弟兄姐妹 你会说 诶 我不感觉我缺乏什么 我不感觉我有必要这么的渴慕耶稣 弟兄姐妹 可能是因为 你还没有真正的尝到耶稣的美好和甜美 一当你尝到 你就会明白了 你的心就会很渴慕耶稣 因为你知道耶稣的美好 可能弟兄姐妹 你们刚刚信主不久 所以你只经历到上帝 饶恕你的过犯 成为你的救主 还没有真正的 经历到上帝 成为你信实的密友 或者你还不知道 上帝其实一个可靠的牧者 能引导你的道路 他也是我们的教师和智慧 可能你还没有经历 他教导你 给你智慧 或者你还没有经历到他的帮助 因为我们的道路呢 他时常会需要很多的智慧 帮助啊 这些 他会预备帮助我们 所以可能因为我们做基督徒 是一个长远的路 我们要经历到耶稣和我们上帝 不同的属性 和他不同的恩典 才会真正的认识他 那我们真正的认识上帝 真正的知道他的美好的时候 他永恒不变 不离不弃的属性 我们就会很爱他 很渴慕他 盼望我们弟兄姐妹 继续的跟随耶稣 更加的认识耶稣 那你就会越来越渴慕神了 让我们来使用 以赛亚书55章1到3节 来思想上帝的话语 来经历他的话语 你们一切干渴的 都当究竟谁来 没有赢钱的也可以来 你们都来 买了吃 不用赢钱 不用价值 也来买酒和奶 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 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 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 就能吃那美物 想得享肥肝 心中喜乐 你们当究竟我来 彻耳而听 就必得火 我必与你们立永约 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 我们来思想 而且来试试看 回答这些问题 第一 我们有没有把钱 花在不饱足的事物上呢 第二 我们有没有把精力 废在不满足的事物上呢 第三 那我们来看第三节 为什么究竟神是那么重要的呢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以赛亚书55章第七到十一节 二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 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 归向耶和华 耶和华就必怜悯他 当归向我们的神 因为神必广行赦免 耶和华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的 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么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雨雪从天而降 并不返回 却滋润地土 使地上发芽结石 使沙种的有种 使要吃的有粮 我口所发出的话 也必如此 绝不突然返回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 在我发出去成就的事上 必然亨通 来来看思想问题 我们来看第八节 给一个例子 你们的想法和神的想法是不同的 最后看第十到十一节 你们认为有其他的理由 必须把耶稣放在首位吗 我们知道小孩子只喜欢吃零食 我们做父母的也知道他们真正的需要 所以我们会给他有营养的食物 他们才会有健壮的身体 同样的弟兄姐妹 世界上的虚荣就好像零食 上帝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他要给我们的是真正有生命的粮 和有生命的活水 那我们要在哪里找到活水呢 我们怎么才能经历到耶稣呢 好像撒玛利亚妇人经历耶稣一样 基督徒其实可以从以下的生活方式来经历耶稣 吸取活水 比如第一 听到 主日听到 讲到 在牧师的讲到 我们可以听到上帝的话语 也可以听到上帝的心意 也可以学习到很多的东西 当我们很 集中精神的听的时候 我们就接触到了活水 第二 祷告 我们有定时的祷告 也有随时的祷告 对吗 在生活上我们的祷告 其实就是跟耶稣互动 跟上帝互动 我们有祷告 上帝有应允 或者有跟我们说话的时候 所以祷告是清净活水的一个方法 第三 读经 每日 读经 是就是每日能跟上帝接触 更加的认识上帝的道 他的话语 也更加的认识上帝的属性 认识上帝 也是一种清净 上帝 接受 吸取活水 敬拜 第四敬拜 以唱歌 唱诗歌的方式来 向上帝 敬拜 或者你可以从心中默默的敬拜上帝 敬拜也是一种很深很深的 跟上帝的灵 互动 跟上帝的 活水 经历到 喝到甜甜的活水 上帝的美好 在这个敬拜中也可以尝得到 第五 赞美 我们可以用诗歌来赞美 或者以宣告的方式来赞美上帝 当我们在赞美上帝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我们的挑战 我们的问题 周围的事情 越来越模糊 越来越小 但是上帝在我们心中会显得越来越大 我们就会更加的信任上帝 更加的认识上帝 也会感受到上帝的同在 所以赞美也是一种非常好的 经历上帝 吸取活水的一种方法 第六 就是默想经文 有时候 你在一个地方不能说话 不能 吵到别人或者是什么的 你可以把一段经文藏在心里 整天就在默默的想这个经文 这段经文 或者是几节经文 这样你在默想的时候 圣灵也可以通过这些经文向你说话 当你听到圣灵向你说话 以这些经文向你说话的时候 你也觉得 哇 也是刚刚经历了耶稣 刚刚吸取了活水 好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示范 以诗歌来 敬拜神 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就是其实 跟上帝在交通 在灵里面交通 这样的交通 就是在经历神 也是在 喝神给我们的活水 我请我的姐妹来为我们唱 主耶稣 我感谢你 你的身体 为我而舍 带我出黑暗 带我出黑暗 进入光明过渡 使我在此能看见 主耶稣 主耶稣 我感谢你 你的宝宣 为我而留 宝贵是家上 一支恩典 永留 是我完全的自由 宝贵是家上 宝贵是家的大能 赐我生命 主耶稣 我服服敬拜你 宝贵是家的救恩 是你所里的缘 你的爱 永远不会改变 接下来我们来检讨一下 以便来改变我们的行为和态度 第一 我们是否只是在有问题 或需要帮助的时候 才追求上帝呢 第二 我们是否记得当初 刚信神的时候 才有火热的追求神呢 第三 我们是否像赛马一般 每天赶着做事 没有余下的时间给耶稣 第四 我们有没有把生活的重担 谢给耶稣呢 第五 我们到底可慕耶稣吗 让我们来祷告 首先我要为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的天父 我求你今天 让我们弟兄姐妹 刚刚听完这篇 查经 他们有深深的感触到你 求你在他们这么幼小的生命中 灵的生命中 开始成长扎根 求你写明你自己 在他们祷告的时候 在他们读经的时候 在他们敬拜的时候呢 求祝你的灵向他们说话 让他们经历到你的生命 经历你的美好 经历你是爱他们的上帝 谢谢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现在我要为信主有几年的弟兄姐妹来祷告 亲爱的上帝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是一个信实 永远信实不变的上帝 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这些弟兄姐妹 虽然信主有几年了 可是因为可能工作太忙 或家里有很多的事 或者工作面对很多的烦恼 求主你来帮助他们 来给他们平安的心 而且让他们再次的经历到你的爱 而你的同在 求主在他们安静的时候 主求你写明你自己就是爱 写明你自己是怜悯的上帝 求你来吸引他们到你的面前 来敬拜你 来赞美你 来经历你所有的美好 你的计划 跟他们诉说 让他们对你的信心 一天一天的成长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Amen